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巴基,欢迎回到巴基漫谈美国 美国买房找巴基,避坑排雷防欺诈 大家好,巴基是目前加州房地产经纪人 可以帮助大家在加州买房置业,卖房贷款都是可以完成的 欢迎各位朋友们积极联系巴基,帮助你们在加州买房卖房和贷款 那么今天是2021年5月22号周六 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下关于纾困金和失业金 美国国书局和加州劳工部,纽约州劳工部最新的消息面 最后给大家分享一下,目前在全美国有22个州已经开始在6月10号 即将陆陆续续暂停他们来自联邦关于失业金每周额外300美元的相关补贴 那么到底是哪一些州呢,巴基稍后给大家一一到来 那么希望各位朋友们可以先赞后看转发分享 如果有想支持巴基频道的网友呢 欢迎积极订阅巴基的油管会员视频 给巴基最大的支持和鼓励 好,我们这就言归正传 首先来看第一个消息面 目前在本周美国国书局已经宣布 他们已经完成了本年度第十次第三轮纾困自己反应的发放工作 那么在前面十次的发放过程当中 总共是发出去了将近1.7亿笔付款 涉及的金额高达将近是5000亿美金 那么在第十次付款当中主要是覆盖在2021年5月17号 大家在最后的报税时间完成了你们的2020年相关的报税 并且你们由于目前的整个疫情影响造成你们2020年收入是非常的锐减 那么也可能之前是高售人群 那么由于冠状病毒等等原因造成你们收入锐减 是完完全全符合你们整个获得第三轮纾困自己反应当中的退税 那么美国国税局本次目前在2021年5月19号完成了总计17亿美元的退税 其中9.49亿美元为邮寄的退税支票 另外有8.09亿美元为直接存入到你们的退税银行账户 那么同时美国国税局表示到2021年5月19号 很可能是本年度最后一次目前通过直接退出的形式退出到你们的账户和邮寄支票 那么大家如果在未来进行延期报税或者是还没有完成税表等等情况 很可能就要联系你们的会计师尽快提供相关的延期报税申请 那么延完相关的时间以后会在2022年4月15号左右完成你们2021年度的整个报税 包括你们没有拿到本轮的第一轮第二轮第三轮等等相关的纾困金 都能够在2022年4月15号之前完成2021年的报税 能够进行相关的追溯 那么最后的追溯时间就是2022年的4月中旬 那么大家在本年度如果有少拿前面三轮的纾困金的话 应该联系你们的会计师尽快完成税表 希望能够获得尽快的追溯 如果来不及的话 那么很可能就要再等待一年等到2022年的4月15号 好 那么以上就来自美国国术局最新的一批发放纾困金的最新进展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目前来自加州劳工部关于失业人数的上升统计 包括目前大概需要等待多长时间才能够申请到加州EDD的失业金 目前截止2021年5月15号这一周当中 加州工人总共提出了7.1万分的失业金初步申请 那么根据加州劳工部最新的统计截止到2021年5月15号 目前整个加州大概是有110万名工人还是在陆续提交失业金申请 或者是一直是持续性的领取相关的失业金索赔 那么EDD目前公布的时间大概需要花费超过21天才能够解决 或者是目前后续的付款申请索赔以及正在等待认证的索赔 那么以上这个时间大概是21天 目前整个是三周的时间 那么大家如果是进行二次的身份验证 或者是失业金由于种种情况暂停的话 很可能你们需要排队等待验证三周以上 好 那么接下来看一下美国加州劳工部最新的今天和昨天的相关推文 目前加州劳工部的推文表示到 如果你们在预定的时间内没有看到EDD的来电 则可能表示到目前加州劳工部已经在后台处理完毕你们的资格认证 已经从后台解决了你们失业金没有付款的情况 已经不需要你们进行电话或者是视频面谈 能够恢复你们的失业金 你们的失业金很可能已经得到陆续的恢复 那么希望你们在未来一周查看你们的UI安那的后台 那么整个的取消的这个interview 已经不会再次重新显示在你们的UI安那后台当中 因为他们已经解决了你们相关的付款问题 那么大家如果看到上述情况 突然之间目前整个的预约被取消的话 应该是属于以上的更新 那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后台的付款记录 是否能够获得正式的付款 那么目前UI后台包括电话 网络SDR和目前整个的收益人相关的登录 都要在2021年5月21号星期五晚上到今天2021年5月22号 周六晚上8点钟 整个这样的一个24小时都是完完全全不可用 他们的系统正在升级维护 那么在明天才能够开放相关的事业金的每周认证 那么在此期间 劳工部的后台网站电话客服都是不可用的状态 大家稍安勿躁在未来的明天或者是后天 就能够恢复相关的认证到时候大家登录进去完成认证 就能够获得本周和目前前两周的相关的事业金付款 好那么接下来看一下来自纽约州劳工部的相关事业金的更新 目前纽约州劳工部的推文表示道 目前大家在登录RD点命纽约州身份验证的时候 以验证成功能够重新恢复你们的纽约州设计金 所以你们必须使用目前你们注册纽约州设计金索赔当时所启用的电子有件地址 而不可以使用新注册的电子有件地址 然后再来注册RD点面 然后通过相关的情况能够链接到你们的账户 完成你们的RD点面认证 这完完全全是不可以用的 因为如果你们这样做的话 纽约州劳工部给出的解释是他们的系统将会比预计的验证时间是长达两到三周的时间 会继续的延长相关的时间 才能够验证你们的相关RD点面的身份 所以目前大家在纽约州认证RD点面的时候一定要使用 当时你们索赔纽约州劳工部目前的事业金的相关的邮件地址 用同一个邮件地址去注册 才可以尽快的获得RD点面认证 才能够把你们纽约州的事业金被暂停的得到最快时间的恢复 那么大家也能够看到纽约州的相关推文 也是目前相关的PDF的指引 大家可以去按照步骤操作一下 那么目前纽约州劳工部给出的跟加州劳工部是一样的信息 大家如果是领取UI普通的事业金的话 目前在整个达到了52周的话 都是需要进行重新申请的 那么在过去纽约州来算 只要你们在2020年整个的劳动性所得 目前跟每周的事业金只要是不超过10倍的话 都是暂时不需要重新申请 继续符合资格每周验证就是可以了 那么加州是没有目前相关的规定 只要是UI PEUC和FEDED 只要你们是到达了52周 都是需要进行重新申请 然后完成追溯事业金 才能够帮你们被暂停的事业金 从暂停的那天开始进行重新的追溯 那么这就是两个不同的地方 大家一定要密切关注一下 也可以去回看一下八戒关于之前 如何重新申请失业金等等的视频介绍 好那么以上就来自纽约州和加州 劳工部的相关最新情况 那么今天消息的最后 八戒给大家带来 目前来自共和党人所控制的22个州 已经是从6月10号开始 陆陆续续要暂停来自联邦政府 联邦劳工部的相关的每周 额外300美元失业金补贴 那么以上各州州长也是目前密切关注 该州的劳动力就业情况 目前整个劳动力就业非常非常短缺 不应该给他们提供任何额外的失业金 以让他们的工人尽快返回到 之前的工作岗位当中来 那么基本上都是属于 共和党人州长所控制的相关各州 总计是有22个 那么蒙大拿州呢 在5月4号宣布 在退出大流行病失业金计划以后呢 目前他们会提供 1200美元复工的补贴 但是在其他各州呢 还没有相关的复工补贴 包括德州在内呢 他们该州也没有提供任何的复工补贴 而且德州也会暂停 目前来自PUI 也就是自雇人士的相关最低输入的失业金补偿 都会在德州全部暂停 那么整个这22个州呢 巴基给大家念一下 首先是阿拉巴马州 阿拉斯加州 亚利桑那州 阿肯色州 乔治亚州 爱达河州 印第安纳州 爱荷华州 密西西比州 密苏里州 蒙大拿州 新罕布尔州 北达克塔州 俄亥俄州 俄克拉荷马州 南凯罗那纳州 达克塔州 田纳西州 德克萨斯州 犹他州 西弗吉尼亚州和淮俄明州 那么各州暂停的时间是不尽相同 大概是从2021年6月10号或者是12号开始 最迟的话是在7月底会暂停来自联邦相关的补助 那么大家可以密切关注 各位华人朋友们生活的各州 是不是有相关的公告 那么希望各位积极的返回到工作岗位当中来 或者是积极的去打疫苗 以帮助你们在工作当中能够更好的保护自己 好 那么以上呢 就是今天关于书困金和涉业金最新的发放情况 包括目前国术局相关的情况 巴基给大家做一个统一的更新 那么如果还有不太明白的小伙伴呢 欢迎在底下评论评论 或者是加入巴基的微信群组 或者是跟巴基微信私聊都是可以的 好 那么以上呢 就是今天整个全部内容 有喜欢巴基的朋友呢 请点赞评论关注 有管的朋友呢 请订阅点赞评论关注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好 谢谢大家